少爷 你还没买我呢 现在这下巴还是属于我自己的 对不起啊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女子名叫小喇叭 这慕容少爷口味真重 居然看上了男扮女装的小鱼儿 究竟是什么事 让堂堂男子汉做出了这么大牺牲 原来几年间 花乌雀因为铁心蓝太过冒美 心跳加速导致断爱觉醒丹发作 而这种苦虫一模一子 花乌雀一旦心动 一花功力的母虫就会有感应 当晚妖雀就派出了兴奴 想要将铁心蓝强行带走 那也请姑娘跟我们一同回仪花宫去 为什么要去仪花宫 妖雀公主的妖雀令 是任何人不能拒绝的 天下哪有那么霸道的事情 那就是花兴奴无礼了 等再醒来时 她已经被带到了仪花宫 还换上了新的造型 而花乌雀同样也被抓了回来 根据宫规 花乌雀必须亲手杀掉心爱的人 才能将功赎罪 可她根本下不去手 只能请求师父 放走铁心蓝 自己愿意一辈子留在宫里思过 两人当着妖雀的面撒狗粮 气得她直接大打出手 铁心蓝自然不是她的对手 没几个挥鹤就被碎心掌打伤 就在妖雀准备补刀时 花山掌门千步一雀闯了进来 点名要找花乌雀 可眼看这战况不够猛烈 一旁等着救人的小鱼二心急了 哎 千步移 你不是说要对妖雀这婆娘 先见后杀的吗 草席我都带来了 是不是扑在这里啊 一经煽风点火 几人果然愈打愈烈 小鱼二则趁机带走了铁心蓝 连性受命阻拦 却也只是装装要 你猜能接我一掌吗 不用猜 一定不行 还不走 隐心蓝中了碎心掌命轩一线 想好花乌雀用身口的内力 暂时稳固住她的心脉 可想要彻底脱离威胁 还需要千年一见的火灵质 而这火灵质就珍藏在慕容家的墓室里 为了婚结慕容家 小鱼二不惜男扮女装 慌称卖身脏膜 等着慕容家那个厚色的少爷上钩 可没想到这还能碰上强生意的 两姐妹气势汹汹的跑来和小鱼二对骂 骂不过就一巴把人推倒 这一幕正好被慕容少爷看见 以为遇到了梦寐一求的书女 立马就凑上钱 打算买下小鱼 对不起啊小姐 我来迟了 少爷 你还没买我呢 现在这下巴还是属于我自己的 对不起啊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子名叫 小喇叭 小鱼二不停的夸公子真帅 慕容当然也很吃这套 顿时被拿捏的死死的 就当他马上准备掏钱包 买下这个长得有点丑 但是嘴足够甜的丫鬟是 对面的两姐妹又开始内卷了 于是两位公子一人搂一个 正要进府 又被妹妹拦在了门口 小鱼二顿时被慕容仙的眉毛所吸引 见哥哥们都买了丫鬟 慕容仙便盯上了剩下的小鱼二 你叫什么名字 小喇叭 小喇叭 他终于成功混进了慕容仙 还换上了超短的丫鬟套装 卖着六亲不认的补法 慕容仙亲自教他做丫鬟的规矩 介绍了府里的情况 还特意强调了 要小心他那两个好色的哥哥 小喇叭 从小喇叭 想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